周星驰从影至今的几十年中 合作过的导演不计其数 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却只有两个 一个是王晶 在周星驰最辉煌的那段时间里 一多半的电影都有王晶参与其中 不仅票房获得大逢收 口碑方面也是收获不足 而另一位导演 虽然相比于王晶来说 与周星驰合作的次数少很多 但是在我看来却比王晶更为重要 让周星驰一夜爆红的赌胜 是他指导的作品 周星驰电影中口碑最好的大话西游 是他指导的作品 甚至连周星驰新世纪的巅峰之作公布 也是他兼致的作品 可以说他配合周星驰的时间 比王晶还要长远 这个周星驰职业生涯中 不可获取的人物 就是土地老祖刘正伟 很多人都说 刘正伟在离开周星驰之后 所拍出的作品都是垃圾 但是港片中的经典喜剧 东城西九 以及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也是出自他手 可以说他的存在 让香港喜剧多了一种 除周星驰王晶之外的选择 而且在恐怖片领域 他的造诣也是香港演团中 屈指可数的存在 今天咱们就来根据时间顺序 盘定一下刘正伟职业生涯中 推出过的二十部经典作品 看他是如何拯救 百家子王家卫的 又是如何利用五天时间 让李连杰的公司赚到低筒金的 视频较长 制作不易 方便的话麻烦点个赞吧 刘正伟 1952年出生于香港长州岛 就像香港很多的导演 都不是科班出身一样 刘正伟大学念的 也是和电影毫不相关的 美术印刷设计 就像很多大学生找着工作 和自己的专业不对口一样 刘正伟毕业后 没在广告领域深耕 反而阴差阳错的 到了菲律宾做起了财务工作 不过好在 他的能力够出众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做得如鱼得水 1980年 刘正伟就职的这个菲律宾财团 看到香港电影风波发展 便打算在香港开完一家顶公司 而办事牢靠着香港人刘正伟 顺理成章了 被上级派到了香港新公司 市集电影 做起了总裁 专门否则监制电影之作 此时的香港影坛 正盛行新浪潮运动 一批从国外电影学院 毕业回港的年轻导演们 拍摄出了一批 完全不同于传统香港电影的 充满个人色彩的新潮电影 徐克 徐安华 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而世纪电影公司 便主攻这一方面 期间间连退出了 《凶宝》 《烈火星春》 以及《杀出西红盘》等片 都算上是新浪潮影片中的佼佼者 尤其是凶宝 至今仍被称之为 最吓人的十大岗产恐坟之一 本片围绕着一个 魔态转世的故事展开 导演利用图法特效 绿色灯光 引导出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感 片尾 秦祥林 脱衣服砍下鬼影 却夹而止的开放性结尾 更是把那种恐怖感 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那一场经典的电梯戏份 就是在刘振伟的提议下 拍什么的 效果然都不足 虽然世纪电影拍的 新浪潮影片很不错 失去工作的刘振伟 趁着大陆改革开放的热潮 到重庆签约了一个打起团 拉到菲律宾进行表演 没想到把之前拍电影的钱 都给赔干净了 正在他忙忙四顾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邓光荣的一通电话 从而开始了 其电影生涯的新阶段 邓光荣和秦汉 秦向林并称为 台湾三大唯一片小生 1987年 他准备筹建影视节点公司 因为没有得力帮手 便找到了有过工作坚的刘振伟 刘振伟顺势把好记友王家卫 也拉进了这家公司 当时王家卫 是接连被永霞和新一城炒掉的 不得之编剧 邓光荣本来是不同意他进公司的 但是刘振伟还胸口保证 没问题 王家卫这才有了再次工作的机会 如果为世界上谁对王家卫最好 那肯定就是刘振伟了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 刘振伟还会多次救王家卫于水火之中 影之节公司成立之后 开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当时 因为英雄本色而开始流行的江湖英雄片 此时的王家卫还没深陷在他那一十六剧本之中 整部片子拍出来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虽然票房名次没进到年度前十 但是依靠着中日豪的名气 却收获了一千五百段港币 让影之节小赚一笔 而刘振伟也开始在公司站稳了脚跟 此时他便和气着自己做导演拍摄电影 当时香港影团除了江湖片盛行之外 江湖诗片题材也因为林郑英的江湖先生 而爆红过一段时间 刘振伟因为早期监制过恐怖片胸榜 对这个题材算是比较出现 于是打定主意拍摄僵尸片 1987年11月 由王家卫撰写剧本刘胜伟做导演的 淑女作《蒙鬼拆馆》上映了 该片讲述了一个警察局内发生的闹鬼事件 从而引发着一连串搞怪趋势 本名的主角是尚未成为歌神的张学友 配角抢来了僵尸先生中 极为出彩的楼光男和许冠英 战容虽然不算很豪华 但也是蹭了一把僵尸心上的热度 要恐怖有恐怖 要笑点有笑点 两种元素的完美绝合 让该片上映后 收获了一千一百万的票王成绩 虽然连年度前二十都没进去 但是该片的投资集体 只有不到两百万港币 可以说是侵蚀黄波电线 赢麻了 刘振伟发挥着香港电人的一贯作风 赚钱之后立马拍第二部 1988年4月份 《蒙鬼拆馆》的剧集《蒙鬼学堂》上映 演员阵争仍是上一部中的原版人马 故事延续上一部 讲述了警察局上一次出僵尸的时候 跑掉了一时 因此便成立了《蒙鬼拆死队》 来寻找这只僵尸 从而引发着一连统故事 因为有了上一期的指导经验 刘振伟的本片中 把恐怖女效果来做到的 更为完美的综合 前半段戏份中 两只僵尸大闹警察局 刘振伟利用巧妙的空间设计 最终把两只僵尸困在一起 想象力真的是够丰富的 后半段中 《蒙鬼拆死队》在基地训练 女孩独自到浴室起头 在闭着眼睛的情况下 离心与鬼擦身而过 在幻的灯光与空旷的场地之下 把那种恐怖气息渲染的离离尽致 该片的编剧 仍然是刘振伟的好兄弟王家伟 另外请来了《黄炳耀》 接同编剧 《黄炳耀》这个名字挺鬼人不多 但是他在《逃血味农》中 飾演的夺命剪刀奖 应该是不少人都是知道的 在80年代 他是香港最有才的几位编剧之一 王家伟与黄炳耀 创作剧本的过程中 刘振伟在旁学习偷试 受益危险 在之后他拍摄的大部分电影 基本上就都是自己做编剧了 刘振伟在这一年共推出了三部电影 除了《猛鬼缺堂》外 还有金庄大酒店 以及《霸王女复兴》 金庄大酒店看过人可能不多 不过郑泽氏抽烟的这个镜头 在短视频平台上却流传极广 一套动作下来能拦住六辆出租车 另一部《霸王女复兴》 存票房不佳 但是却让刘振伟揭示了吴君如 对他的喜剧表演极为赞赏 第二年 也就是1989年 就邀请吴君如 参演了《猛鬼》系列的第三部 《猛鬼大厦》 改变讲述了三位女警派 到一栋大厦内办案 没想到遇见鬼的故事 刘振伟很喜欢在大厦 这样的建筑物内拍摄恐怖片 之前胸膀本来设定是在乡下 但是刘振伟认为 人们越熟悉的地方 恐怖感才会越强点 于是故事改到了一栋大厦内 《猛鬼》系列的前面两部 故事也是发生在警察局大楼内 几年后 他与周星石合作的《回魂夜》 故事呢 也是发生在大厦内 除了地点的类似外 本片中还有不少的桥段 在之后 刘振伟的电影中仍被引用 比如《回魂夜》中 追赶无头老太太的戏份 本片中就有着类似的桥段 这一时期的刘振伟 对吴君如是格外喜爱 4月份为他打造了《猛鬼大厦》 11月份 又邀请他参演了《流氓柴国》 该片中 吴君如没再发挥喜剧才华 而是饰演一个正直严肃 却充满了悲情困恶的女警 可谓吴君如从有以来的一打头破 让观众们见识到了他演技的另一面 然而观众们好像并不喜欢证据 该片上运后只拿到了500多案的票房 曾本天没让公司挣到钱 但是刘振伟却在该片中 发现了一个比吴君如更具喜剧才华的人 这个人就是周星驰 片中吴君如虽然严肃刻板 但周星驰扮演的男主角 却在华头的试定下 贡献出了略显智能的无旅头表演 刘振伟看到周星驰 如此有喜剧天赋 暂时不敢放过他的 立刻开始着手 以他为主角 打造一部喜剧片 不过在这部片子出来之前 刘振伟抽空又带着吴君如 拍摄了一部恐怖片 实加重力 该名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小时候看这部电影 曾一度下着不敢上厕所 主机器人在水下冒险 从水鬼身旁擦身而过 那种封闭空间下的恐怖戏风 真的是渲染到了极致 这部片子是刘振伟 受邀为宝和电影拍摄的片子 宝和电影是红金宝创办的公司 曾推出过鬼打鬼 将是先生等一系列的经典恐怖片 最为擅长拍恐怖片的电影公司 碰到了最擅长拍恐怖片的导演 双方是格外的卖力 宝和付出的制作费用 刘振伟也格外勇心 但是没想到上映之后 只收获了499万的票王 还没之前低投资的猛鬼拆管多 不过好在 世家重地上映一周后 刘振伟指导的另一部喜剧片也上映了 为他挽回了差点丢失的商业口碑 这部片子就是《赌胜》 改编是家河与四元影业联合出品的 在最初的筹划阶段 家河方面本来指定要让梁朝伟来演主角 但是刘振伟在前一年 与周星驰的合作中 已经发现了周星驰的喜剧才华 所以极力推荐周星驰来演 并且打包票 让吴君如与他搭配 卖作没有问题 本片虽然是赌胜的跟踪之作 但是刘振伟却做出了风格化的差异 《赌胜》是一部严肃题材的赌片 故事中有江湖 有恩怨 有相战 而鲁胜走的则是喜剧赌片 搞笑才是本片的第一要素 也正是这种差异化 让该片在一众跟踪之作中脱颖而出 4100万港币的票房成绩 让其一局打破香港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 也让《港产喜剧》 由此进入了周星驰的时代 或刘振伟又与周星驰合作了 《赌霸》《新京武门》 以及《漫画威龙》等片 虽然没有赌胜如此耀眼 但票房成绩却也不错 只不过此时的周星驰名气越来越大 对于电影的掌控欲也越来越强 二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朋友》虽然仍有得做 但是不再合作电影了 不过两人怎么也想不到 《命运会》的几年后 再次把二人撮合在一起 虽然暂时没有了周星驰助阵 但是刘振伟的电影还是要继续拍下去 1992年 他拉来梁家辉 毛顺君 冯宝宝等人 拍摄了一部怀旧意识浓厚的 《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 该片以香港典早期的粤语长篇 《黑玫瑰》为细访 解构对象 营造出强烈的颠覆感和怀旧氛围 梁家辉的喜剧细胞在本片中 被刘振伟一丝不胜的挖掘了出来 他一本正经的模样 配上哪声哪气的声音让人捧腹 还有作品里 《男女对上几首老歌》 也是极为经典的场面 该片上映后大获成功 不仅票房拿到了2200万港币 而且还让梁家辉拿到了 第二年的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这位向来不喜欢喜剧片的金像奖来说 真的算是少有了 在接连几部影片获得大卖之后 刘振伟便有了自己开公司的想法 于是拿了好基友王家卫 在1992年共同创办了 泽东店公司 该公司的创业作品 就是那一部极为出名的 基因题材电影《东邪吸毒》 当时的香港影坛 盛行卖片花的制度 就是影片开拍前 以片名卡斯阵容或是故事大纲 吸引发行商或者是院商 从而预先出售版权的融资方式 那时的王家卫 已经凭借着望角卡门和阿飞正传 在影坛闯述明来了 而刘振伟也是商业片领域的一线导演 而华大饼所说的 群星大卡斯加武侠加金融小说架构 在投资上看来 暂时很有搞头 于是便交钱定下这两部片子 在原计划中 由东邪吸毒打开市场 然后再推出喜剧东升西秀 实现双风收 然而王家卫这时候明显的开始 意识流写剧本 12年9月份 东邪吸毒开拍 到了快元旦的时候 才拍出来一个片头 非常等着片子 在贺随档上映的投资商们大为光火 扬言要找人砍了王家卫 为了老王不一年早逝 刘振伟照应着头皮来救场 把之前计划的东升西秀先拍出来 虽然之前已经把东升西秀卖了出去 但是刘振伟其实也没有写剧本 毕竟在他看来 这部片子要晚一年才上映 明年再写也没问题 现在没办法 稍顶着压力 边拍边写剧本 演员们也是被搞到崩溃 上午拍东升西秀 下午拍东学西毒 两部风格差异极大的片子 让他们被折磨得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梁朝伟在香长嘴 欧阳峰和盲武士之间打算 时间一长就这扛不住了 直对着刘振伟说 导演 我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过好在 最终成绩的效果很不俗 倒霉的欧阳峰在他的演艺之下 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 梁家辉也和梁朝伟有相同的感觉 这边他是喝下最生梦死的黄有诗 到那边就成为了渴望重新的断王爷 不过好在其演技的多变 让两个角色都发露出了歌词的特点 东升西秀中 他与张国荣对唱的戏份 无疑是拼成了一个经典场面 而歌词还是张国荣在现场临时写出来的 前面几位身被搞得崩溃 但起码还是在两部戏中都贡献出了经典角色 然而王祖贤却真的惨 在东斜戏度拍摄期间 他没少受苦 没想到城边一出来 却发现王家卫把他给捡没了 只有细心的观众逐身看 才看到他那仅有的一赶脑的侧脸 不过好在东城西秀里面 他饰演的角色足够重点 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足够深刻 改变在各方的努力下 最终花费了27天拍摄完成 在1993年的正月十四上映 算是赶上了贺岁道的末班车 群星云集的阵容 加上确实足够优良的笑料 让本片收获了2200万的飘王成绩 为了年度第十位 终于算是对投资人有着交代 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 刘正伟都表示 拍摄《东城西旧》 是他这一生压力最大的时候 缩着才华自在这一个月内被榨干了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压力巨大的时期 刘正伟全还挤出了五天时间 帮了李天杰一个大忙 李天杰在92年羽佳和脑白之后 自己成立的正宗电影公司 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方世瑜 而该片的导演是袁奎 在刘正伟拍摄《东城西旧》的时候 袁奎上门找刘正伟帮忙写方世瑜的剧本 这个时候要是一般人来求剧本 刘正伟肯定直接就剧了 但是袁奎是二般人 就如刘正伟的话来说 王家卫与他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而袁奎与他却不能以朋友相称 而是兄弟 当年刘正伟的女儿出生 就是袁奎从产房里爆出来的 可见其关系之铁 五天的时间 刘正伟就为李天杰的创业作品 写出了大师的剧本 袁奎拿回去之后 再稍加修改了一番 并拍出这一部极为经典的《方世瑜》 改篇在93年3月份上映之后 收获了3000万港币的票房 为了年度第五 让李天杰的正宗电影 收获了第一档金 几个月后 刘正伟又为李天杰 写出了《方世瑜》续集的剧本 同样获得了不足的票房 这个系列中的李天杰 端少了黄飞红的一代宗室风范 但是青春化的人物设定 却更受当时的观众们喜欢 而刘正伟设计的不少无语头桥段 并给观众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刘正伟与周星驰各自发展的这几年里 二人其实也常有联系 93年末 刘正伟在承德拍摄中日发主演的《花旗少林》 期间接到周星驰的电话 让他给《破坏之王》出点创意 在侃侃儿堂一个小时之后 二人约定在喝隧档对打一下 94年的喝隧档 两部片子相隔4点上映 最终《花旗少林》略胜一筹 比《破坏之王》多收13万票房 之后拍摄007的时候 周星驰再次找到刘正伟争修创意 得知周星驰与永生的合约快要到期了 他便邀请周星驰参与自己筹划已久的西游戏 这便是无数人奉为经典的大话西游 刘正伟的喜剧特色 是将现代的台词和物件直接穿越时空 造成视觉和逻辑上的错觉 从而让观众们感受到意想不到的笑量 当然除了前半部分 以恶搞作的噱头之外 本片确确实实奉献了一场经典的爱情 让至尊宝与紫家仙子 永远留在了华语爱情电影的始色之中 刘正伟也终于在心经文文后 时隔四年再次与周星驰出现在一部电影之中 而来的对手戏虽然不多 但却绝对是精彩至极 这部片子虽然对书是刘正伟策划的 但是为了让周星驰不改变主意 刘正伟许诺由周星驰投资 于是周星驰便创满了自己的第一家电影公司 彩星电影公司对该片进行了投资 但是未曾想到 平行时空的超前设定 使得该片没有拿到想要的票房 上下两部虽然未令年度第六和第八名 但是加在一起才4500万 三比五年前的赌胜多了四五百万 不过大话西游 远赴西北取景 制作费用比赌胜多了几倍 去除了影院分成之后 周星驰是赔钱的 因此他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在拍了这第一部电影之后 就宣告倒闭了 或许是为了弥补周星驰 刘正伟在95年的下半年 又拉着周星驰 发展了一部自己拿手的恐怖喜剧 回魂也 但是那个年头 恐怖片已经不吃香了 开篇上以后 也只拿到了1600万的票房 今天两部的票房失利 让二人的合作 暂时告了一段落 不过周星驰 深知刘正伟的才华 在之后筹划少林族头的时候 仍会把剧本 发给刘正伟征求意见 到了拍摄功夫的时候 更是把他请来做监制 需求创业 虽然没有周星驰的刘正伟 拍出过不少口碑扑该的作品 比如说晴天大圣 月光宝和 都是炒大话修的冷饭 但是却也有天下无双 无限复活等 质量尚可的作品 或许这串葡萄真的是老了 也或许他的才华 没有了合适的演员来发挥 不过他曾经确实 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无论是前期的《蒙鬼三部曲》 还是后期的《独圣》 《东城西九》 亦或者是《大话西游》 处处都流露着天马星空的想象 肆意放纵的幽默 以及让人哑人失语的无理头 虽然现在他不再被观众们认可 但是却值得观众们尊重 就像《现如今》的《香港定》一样 虽然无法像二三十年前那样辉煌 但那个黄金年代 涌现出的经典影片 却依然值得我们追忆 毕竟那里面 有我们的欢笑 泪水 以及青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麻烦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